欢迎观看大疆农业教学视频 在此视频中,我们将介绍MGEP农业直报机如何进行IMU多面体校准 当系统检测到IMU误差偏大时,MGAPP自动提示需要校准IMU 此时可选择单面体或多面体校准 由于多面体校准结果更加准确,且校准时不要求放置绝对水平 推荐进行多面体校准 开始校准 点击执行作业 进入页面后点击右上角设置图标 滑动飞行器参数设置页面至最下方 点击高级设置 点击传感器 选择多面体 点击校准IMU 将直报机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点击开始 等待右下角进度变更为五分之二 将直报机机头朝地面放置 等待右下角进度变更为五分之三 将直报机机尾朝地面放置 等待右下角进度变更为五分之四 将直报机右下角进度变更为五分之五 将直报机左侧朝地面放置 这时界面提示校准成功 请手动重启飞行器 点击确定 校准完成 将飞行器重启 感谢观看 微信关注大疆农业公众号 获取更多农福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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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